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 连续第五年选出全球前百大生育最佳的大学 今年前10名有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南瓜 第一名是哈佛大学 剑桥和牛津大学则分居二三名 大陆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各名列第26及32名 而台湾唯一入选的台湾大学 名字由去年的第51到60名下滑至第61到70名间 负责调查的主编直言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警讯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日前公布 2015全球生育最佳大学排行榜 哈佛大学继续稳坐第一名的宝座 台湾唯一入榜的台湾大学 排名则从去年的第51名到60名 下滑至第61到70名之间 今年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 连续第五年进行调查 负责这项调查的主编巴提表示 台大名次下滑是个警讯 因为全球生育排名好 不仅可以彰显学术成就高 好的排名也会良性循环 而自2011年《泰晤士报》调查以来 台大的排名始终维持在前100名以内 根据调查 今年前10名生育最佳大学 由美国和英国包办 依序为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 麻生理工学院 史丹佛大学等等 而亚洲排名最高的大学 则是日本东京大学 排名第12 今年全球前100名中 大陆和香港各有两所大学入榜 清华大学较去年月升10名 排名第26 北京大学也比去年进步9个名次 排名第32 庄社综合报道 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一月推出新反恐法C51号法案 赋予警察和情治人员更大权力 以因应去年10月接连发生了两起本土恐怖袭击案后 可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案件 不过新法案引来民众抗议线缩言论自由 违反加拿大人权宪章 也违反联合国人权宣言 反对群众发动街头示威 世卫群众表示 C51号法案涉及范围广 成为法律后 加拿大会变成警察国家 人民如果不同意政府施政 无论举行示威抗议 或是在网路上贴文 都可能会成为警察或情治人员调查的目标 反对新凡空法的群众 15号发动全国示威 从西岸温哥华到东岸多伦多等大城市 都有抗议人潮 会捍卫自己的人权站出来 庄社记者张若婷多伦多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Lady Gaga出道以来 服装造型一项话题争议性十足 它红透半天天的歌曲 Beryl Mance MV中 从里到外的服装配件 皆是出自拥有可怕玩童之称的 英国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之首 今年是麦昆市事五周年 英国维多利亚和爱博特博物馆 集结他数百件经典作品 推出回顾展 三万张预售票早已抢购一抠 一件事让他非常棒的设计师 是因为他在沙维尔罗 他在15岁学校 但他在沙维尔罗 他学习剪刀和建筑 他成为一项教授 我更加说他永远是一项教授 一项最终的传统是 麦昆曾说 伦敦是他灵感的全员 服装搭配深光影像 让参展民众目不暇己 被媒体誉为2015年 绝不能错过的展览 最重要的是 一个部份是传统 因为他是一个传统的建筑 这位鬼才设计师于2010年刺杀身亡 年仅40岁 这次回顾展信众多人欣赏 也显示他的魅力不因离世而消失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伦敦报导 在南非深耕绿能产业的台商光电集团 为了回馈当地居民 舒缓微本客市府用电压力 特别和市府签约赠送一座 风光互补的LED路灯 造价约折合新台币30万元 由市议员尼西代表接受 如果试用效果不错 市府也考虑向台商采购 经市政府政府官员告知我们 一般的太阳能灯光 在晚上的时间 它在半夜中的时候 它已经耗尽了 它希望我们风光互补的路灯 能填补这个遗憾 除了深远改善当地的照明问题 台商李云伟也在签约 仪式之后 在附近空地展示另一项 无毒无公害的环保产品 DTE灭火器 除了可以瞬间熄灭火势 被火吞噬的物件 也能迅速降温到 手可以碰触的程度 救火的成效显著 台商表示 近期市府正考虑先行采购一批 赠送给居民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民众反应好 将计划扩大 在南非贩售 中央设计者 许梅玉 母樸马兰加省报道 各式自行车心理流线设计 甚至利用原木 环保材质打造车身 打破以往的制作材质 自行车也要求新求变 今年台北国际自行车展 全球一千多家国内外厂商参加 分别展出自行车 以及相关零件配件 其中有209件产品 参加自行车展创新设计奖 而台湾厂商也获得殊荣 今年的设计 它是可以用 用APP的设计 用蓝牙通讯的连结 那直接跟打系统里面的蓝牙 蓝牙做连结 连结之后 就是你可以在手机 或者就你的行动装置上 直接看到准确的压力值 德国手机APP了解 胎压的产品胜出外 还有这款可折叠收纳的公路车 将速度与折叠设计融为一体 它是1.5厘 你不能看到的 但我们已经转移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把手机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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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让它更加强 它不像一个搭车车 它非常轻轻 它不像一个搭车车 但我们有一个技术 它让它很快 你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你转移 然后它一转移 另外也有台湾业者 为车手量身打造的车款 强调高速行进下能减低风速 业者表示 今年市场在跑车方面的发展 以空气动力学为基础 也将瞄准市场研发更新全能型的车款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吴依林台北报道 台湾高球好手曾亚尼挥别近年来的低潮 日前在LPGA泰国赛 以两感之差的优秀成绩拿下亚军 接着在新加坡举行的汇丰女子高球赛 也以并列第21的成绩作收 排名前进三名 3月19号起 曾亚尼将赴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参加创建者杯 妮妮在脸书粉丝团上表示 希望球迷能替她加油打气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